贏球瞬间球迷们欣喜若狂 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冠军战 台湾对4比0打败日本 经典对决也引发外媒关注 美国运动话刊标题 大赞林玉明率领台湾在十二强冠军战战胜日本 对台湾选手的表现给出高分评价 台湾은 B조 조별리그에서 우리를 꺾고 일본에 이어 조2위로 슈퍼라운드에 진출했는데요 결승에선 4이닝 동안 70불을 던지며 한 점도 내주지 않은 투수林玉明의 화약이 컸습니다 韩美每日经济新闻也跟进 标题写着台湾战上2024 WBSC 12强棒球赛巅峰 报道指出这是从1992年8赛龙纳准决赛以来 台湾时隔11800天 首度在国际赛事击败日本 还有韩国网友笑称 对日本来说这场比赛简直是 东京巨蛋大惨案 也有韩媒称赞 台湾棒球实力与过去相比明显升级 脱胎换骨 你好 我看了プレミア12 哇 台湾이 우승했습니다 哇 连韩团Super Junior队长利特 开直播时也特别提到 有关心台日大战 台湾玩封全日值班底组成的日本队 勇夺冠军台湾棒球顶级实力也再度受到国际赞誉 台湾新闻K韩报导 你不过买服吗 你不过买我 我可是说没有 询阅 你看 有什么